对 然后我们同学是很多年 然后一看他真人就 所以你看到他真人很多年你们都没有好 没有啊 好奇怪啊 就这个人 不是我的style 你不想驾驭他吗 那个时候就他 不值得我被驾驭 不值得我被驾驭 对他没有感觉 就那种 对 然后被他说什么你知道吗 什么 很怪 而且那个时候他出的名字叫孤寒诚 他很小气 听说了 从来不请别人吃饭啊 然后也不请工作人员喝东西 就是很小气 我一听到这个我就 你知道吗 后来你们结婚以后更小气了 因为是你们俩的钱了 后来我认识他 就是我们俩开始好了 我说他就被很大方 他改变了 我不知道 他碰到我了以后他自己改变了很多 跟我没关系 他浪漫吗 他不浪漫 他想要给我任何浪漫都会被我 就是试破的 破掉的 对 所以他有一次在剧组 然后想要就是给我惊喜 就是突然间回来找我 结果好死不死 剧组 那个时候他跟黎明他们拍鸿门宴嘛 微博上有剧组那种被困在山区里的鸿门宴剧组 哎呀我那个心就 然后我就找不到他了 微信也找不到 电话也找不到 然后那个 我就发微博了 我说有没有人知道那个 你觉得你其实 真的因为微博这样很庞大嘛 有没有人知道剧组现在什么情况 我想要知道他们是被困在哪一个地方这样子 后来结果 真找不到真的很担心嘛 我那个时候就没办法 我只能找那个黎明的前妻 那我给他发信息 我说你老公在不在剧组 因为我老公跟你老公在拍嘛 那如果你老公没事呢 我老公应该没事啊 那么你一找个前妻 前妻说我早就不跟他联系 那个时候不是前妻 你看 你看你会聊得很好啊 难怪你的表情这么快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一直有种乱路的感觉 当时是老婆 不要跟你踩着说话 他胡说八道 我跟他在一起也会胡说八道 会讲过呢 而且你发微博 那拍黄飞红那个地方怎么会有WiFi呢 谁拍黄飞红了 黄飞红了 别给搅乱了 哎呀 东北也输了 东北好好听我说话 好 好 洪梦燕 好的 洪梦燕 然后呢 就跟着那个联系上 然后他老婆 当时的老婆 现在的前妻就告诉我 啊 我老公说他回来了啦 哎呦 那害怕吧 没有 不害怕了 他早就离开剧组啦 哦 他回来给我惊喜 但是给你试破了 对 但是中间我很生气 因为 首先第一个反应就是 他去哪里了 我觉得女人都会这样的 他去哪里 鬼混了 嗯 为什么没回家 后来呢 后来就试破了 我就说以后不要给我惊喜了 因为 太吓人了 发生这样的事以后 你会给他手机定位吗 有这样的功能吗 真的吗 你是一个 对 我真的不知道 你定位吗 真的吗 因为 贏了啊 其实首席恩这个东西 不叫找人 这个叫找手机 他怕你手机不见 叫做Find your iPhone 他是怕你手机不见的时候 你找自己手机的 但是人跟手机肯定在一起嘛 而且 人也找到了 人就找到了 她不是找 她的用途不是找人 她是怕你手机掉了 对 你觉得 只要彩儿她怕 她老公的手机掉了 我怕我老公掉了 就把他找回来 那你有没有问过小春 她娶了你以后 她其实有点压抑啊 就不再那么释放了 你这么厉害的一个女人 她也释放够久了 该收了 甚至你看到她的婚姻 你还想结婚吗 我是给你做一个 特别好的示范 对 就各种找手机 你都会告诉我怎么弄吗 我都会教你 我要 我 我嘞 那谁还敢要我 有你 怪我是吧 人生生是影响 怪我 通过这个节目来说 后路来了 怪不着我发不出去 以为是你在给我介绍 那才会